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打螺丝和搬砖成了遍布网络世界的梗 代表一些重复劳动 收入不高 没有多少上升空间的工作 之所以这么有共鸣 主要也是这个世界上 大部分人干的都是这样的工作 不想干却没得选 其实搬砖这个工作在现实世界挺少见 哪怕在工地上都用不了几个人做这事 绝大部分都是扎钢筋打灰的 不过程序员 老师 公务员都以此办解嘲地描述自己的工作 打螺丝就具体多了 特指一类工作 相应还有说法叫进场 只那种在工厂里的技检或计时工作 这就比较常见了 保守估计都有一两亿人在做这事 在互联网上 这种工作的口碑很不怎么样 充满了不断重复 没有什么上升空间压抑人性 干久了脑子就生锈了这种描述 和坐牢采缝刺机比 优点就是给工资和允许外出 多说一句坐牢 昨天看到吴亦凡在看守所待了近两年 很多小伙伴分不清看守所和监狱 其实差别大了去了 一般没被判刑的人在看守所 而且得事刑拘 嫖娼等行政拘留是在拘留所 看守所不用上班 但是环境比较恶劣 等判刑后被送去监狱服刑 监狱条件好很多 但是得上班也就是大家说的采缝刃机 我国早年纺织业起家 监狱也从事这类业务 这些年也干别的 之前也给大家讲过 我国籍工厂工人的工资 大概就是一小时三十块不到 如果冲到二十六块 就会有大量的人 从快递等行业回到工厂 迅速把工资给压下去 如果太低 又会把人从工厂赶到快递等行业 把那里的劳动单价都给带低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下 常理打螺丝背后的事 大家可以分享给那些 不想好好学习的孩子 更直接的是让那些孩子 去做一个月学生工 保证重新做人 一 之前在头条聊工厂的时候 有几个做劳务 和在工厂打螺丝的小伙伴家我 断断续续跟他们聊了几个月 平日里也关注他们的朋友圈 万万队 进场这是有了一些新的了解 写成了这篇 如果有不对的地方 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那些进场的人 他们的经历都差不多 出身经济不太发达地区的农村 或者小城 因为各种原因 比较早的离开校园 在中专或高中混了几年 就和大家一起离开家乡 加入了打工人群体 经济不发达地区 年轻人出路 基本只有四条 最有资源的进入体制 或者接受家里生意 比如周公子他们 周公子就是个野生三本毕业生 按理说 工作不会比进长好太多 有能力和条件的上大学 离开进入大城市 比如小镇 佐提家们 差一点的家里想法子 学门技术傍身 厨子 挖掘机 修理工 或者Tony老师 啥都没有 就只能推个箱子出门打工 这也是绝大部分人 被迫唯一的选择 即使出来打工 也分三六九等 有亲戚可以投奔的 就有很多便利 便利程度 以亲戚实力和亲缘判断 有个读者小伙伴 五年前出来打工 他亲舅舅在一家车企 做装配部副主任 于是进场 在打包车间干了半年 然后被安排到了后勤部门 每天工作就是检查食堂 采买食材质量和数量 有没有问题 卫生条件是否达标等等 工作轻松 收入也可以 他就属于厂里 被人羡慕的婆罗门 有的就要差一些 一个小伙伴中专毕业进厂 后来提同跑路离开工厂 跟着别人做装修 干了半年 各种原因散伙 没地方去 他又去了劳务市场 又一次开始了进厂生涯 绝大部分厂载的命运就是这样 进厂一段时间 收不了去干别的 干别的干不好 混不下去再回厂里 不过想进厂 如果没有亲戚什么的 绝大部分人 第一个需要打交道的 就是劳务中介 二 就好像大学生毕业租房 迟早都得被骗一次 进厂的打工人 除非有可靠的人带 都要被劳务中介 骗一次到几次 但是大家都无法摆脱中介 因为人员流动性大 企业自己招聘 不但效率低成本还会很高 有个做管理的读者小伙伴介绍 他们大企业用功量波动大 全厂几万人 每月进出三两千是常态 有时单子来了一下 就要招上千人 这么多人从市场招来 弄到厂里 要不少人一起忙活 平时不可能一直养一堆人 专门招聘 临时拉来又不可能 只好让中介去找 至于小企业用功少 还不稳定 要用人根本不来市场 直接由相熟的中介送过来 中介除了在市场招人送去厂子 还有一大任务是签合同 也就是劳务派遣 很多打工人交身份证 上车进场干活 对于签合同这个环节 并不在意 等到发钱的时候 也只注意数字不要弄错了 细心的会发现 很多时候合同的用功单位 都不是这个厂子 而是某家劳务公司 工资也是这家公司转过来的 这种公司大多和中介是一伙人 负责工人除了干活之外的各种手续 多说一句交身份证 很多工人去了工厂后 发现实在是受不了 就会动摇跑路 搞的工厂就会找中介的麻烦 于是中介招聘的时候 就会让工人把身份证上交了 干够两个月再还给他 避免中间意志不坚定跑路 这也衍生出来很多问题 比如你把身份证交给了中介公司 你可能就被人随意折腾了 有时候你在苏州找工作 被中介联孔带骗千里转运 送去武汉进场 你也没招 因为身份证不在你手里 你想跑连个火车票都买不到 当然了 这些年这种情况已经少很多了 不过也没杜绝 这种用功方式 就是这些年流行的劳务派遣 某团外卖他们也是这种模式 巨大无比的快递外卖群体 都不是那几个公司的员工 中介办一家手续齐全的劳务公司 和企业签立合同 负责企业的大量基层员工招聘 培训 工作 工资发放 辞退离职 还有劳动仲裁 算是在员工和企业之间 建立了一座隔离墙 对于很多工厂来说 虽然你在我这干活 在我这吃饭 在我这住宿 被我管理 但是 其实你和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有事不要找我 该找谁自己看合同 这样做的好处非常多 企业账面一线员工数量会很少 基本只有技术人员和组长以上的管理人员 甚至有的企业生产部门车间主任级别以下 全是劳务派遣 这样一来 整个企业人均产值会非常高 员工的受教育程度也非常高 一家人力密集型的电子厂 从账面看 甚至会带有高科技的影子 最关键的还是省钱 大企业的管理要求很高 走劳务派遣可以规避很多福利待遇 比如不用管五险一金的事 而且企业生产难免出现事故 工人一旦受伤 要求工商认定赔偿 电子厂肯定是不管的 让工人去找劳务公司 这种公司大多就是个空壳 实在不行直接倒闭 劳务派遣这么多好处 以至于很多企业大量使用临时工 也就是著名的日节 很多工人也喜欢这种模式 比较自由 发工资也快 五险一金 这是在基层劳动人民那里 还是挺奢侈的存在 你说你不想找中介 可在人才市场和各种网上平台 中介基本已经垄断了招工渠道 或者是一个大牌子 或者是贴在各种地方的招工启示 或者是网上的信息 写着普工六千元至一万两千元 这类信息 不用怀疑 后面那个数是逗你玩的 前面那个数 才是你每天两班到一周休息一天的劳动所得 打工人和中介 最容易爆发问题的地方 就是钱 或者是工资被各种原因扣了 或者是中介收了钱 介绍不到合适工作 有的黑心中介故意拖时间 一般只要拖到工人找到工作 没有那么多功夫来和中介末计 这就算是稳了 三 都说打螺丝没啥技术含量 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 所谓打螺丝 只流水线上 反复做某个工序 每天一个动作 重复成千上万次 这些工作的特点是都很简单 但是因为流水线速度非常快 这个动作给工人的时间 是经过严格计算的 必须集中精力准确的一次搞定 并不容易 除了速度之外 工作的质量也很重要 所以制检部门也是厂子的重点 按照一个小伙伴 在一家大型手机代工厂的经历 先检查外观有没有划痕破损 每台机子还要测试下 能不能正常开机 能开机就放行 不能开机 就当做残次品 放到一个盘子里 有专门收盘子的 10盘也就是100个位一批 要送去复检 找到问题所在 如何修理 同时确认哪个工序 哪个人出了问题 迅速优化 或优化工序 或优化那个人 厂子优化工人 注意的不是培训 监督和各种制度 主要靠各种基层管理者 至于怎么管是没人叫的 全是老猫梁上睡 一辈传一辈 严格要求 不许做任何和工作无关的事 一旦发现或者呵斥 或者辱骂 扣钱 不许加班 威胁开除等等 按照已经是车间副主任的 一个读者说法 他以前从来没有管过人 自己做小工的时候 被领导当面骂过半死 心里特别不爽 耿当的小组长 自己的文化水平 哪里知道怎么管理 一开始觉得骂人不对 想着自己好好说话 通过激励 劝导大家工作 但是他当上小组长 第一天就失败了 工人们本来对他这个新领导 就不太放在眼里 他说话太软 大家更不在乎 于是组里说话的就多了 动作也明显散漫 工人工作态度 在领导眼里一目了然 于是他被路过的拉长 流水县英文叫Line 广东那边传过来的叫法 管一条线的小领导为拉长 当着一群人一顿臭骂 然后扣了他一天的组长补贴 他也路了 然后找查骂了四个人 扣了他们的钱 大家状态明显好了起来 等到他要高升了 提拔了一个组员做小组长 传授新人管理小校门 一定要骂人 一定要凶 不然没人鸟你 之前还有个案例 某海归富二代准备接手厂子 先负责人力管理部门 他对基层干部 靠骂人罚钱管理很不满 太粗暴不文明 不像个现代企业 要应用自己学习的西方先进管理学 出台了很多制度规范管理 然后不到一周 整个厂的管理成了个大笑话 很多基层小组长不骂人 不会管理了 厂子里乱作一团 富二代被他跌在干部会上 骂得狗血淋头 第二天制度全都取消 但是保留了一条 罚款要有单据写明时间地点情况说明 还要工人签字确认 并且仪式两份保留存大 因为这样 如果工人离职的时候 万一告厂子客扣工资 有单据就有了证据 接触的几个小伙伴都说 这些年情况其实好多了 以前大的工厂 还会雇佣当地地痞流氓做保安 欧打工人都是正常操作 这些年不咋打人了 不过骂人依旧很常见 说到底 打螺丝和开车差不多 正常智力的人 恋恋问题都不大 干多好不敢说 跟上大家的进度 保持一定量品率 还是可以的 除了流水线 质检搬运打包测试这些 形式不同 其实差不多 工作要求不高 但是制度严格 一天十小时以上 不断地重复劳动 几乎不能分神 每周休息一天 一切的目的 就如歌斯里说的 我拿青春换了三两三 换来了灶台上的一日三餐 至于二十块一小时 对于青春是不是一种贱卖 就不做判断了 主要也是大部分人 没啥选择 色 既然这么苦了 进场到底能赚多少呢 进场工作的收入 计算上比较麻烦 因为所谓的八小时工作制 和每周五天法律规定 不能公开违反 因此 不论是计时还是技检 基本工资都要压得比较低 同时还不能低于 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所以工厂一般都是 压着最低限给工资 多给一百块 算是尊重当地标准 招聘时候的收入 是按照大量加班计算出来 每天10小时到12小时 人休息机器不休息 也就是白班夜班两班到 八小时内收入就是基本工资 平时加班按照时薪1.5倍 节假日按照两倍 如果订单多 厂里希望工人多加班 会给加班超过某个限度的多发钱 按照行业内共识 厂里的基本工资只够活命 挣钱都靠加班 所以前不久比亚迪工人 因为单子不够 加班时间少了 很多人离职 就是这个原因 而且厂里 对工人们的一个惩罚措施 也是不让工人加班 如果经常不让家 基本上他很快就得离职了 因为赚不到啥钱 据我了解 打工时薪区别 还是比较大 大企业的长期固定员工 比较高 大约22块至25块不等 给钱算钱很规范 基本不会拖欠 不过对员工有要求 比如特斯拉工厂公司要高不少 不过也不是谁都能进 需要高中及以上学历 所以大家都知道 本科生在考研 其实中专生也在考大专 或者专生本 不然他们是进不了 特斯拉这种厂的 小一些的企业就低一些 所谓20块一小时就是这种 据很多小伙伴说 已经好几年保持这个价格 甚至还在降低 今年就业环境不好 很多企业都开18块 甚至16块的时薪 还有个规律 说一般9月份工资能高一些 因为每年寒暑假 学生们就会去工厂赚钱 他们要得少 把工资给打了下去 等到9月份他们回去上课 再加上一部分农民 要回去秋收 劳动力市场 一下子少了一堆人 剩下的工人工资 立竿见影就上去了 于是不少人搞反计 工资低的时候 他回老家待着 等工资高的再出来 至于一些临时工 时薪可能更低 比如12块时薪的夜间快递分减 前些日子爆出中专生 被学校派去打螺丝 算是实习工 每小时9元 还有12小时快递分减 只给100元的离谱价格 说了低的 自然也有高的 有时候 企业得到大笔订单 而且单子利润高 时间急 企业需要立刻大上产能 这时就拿钱开路 一方面给中介 工人干满一个月 中介就可以拿到 不菲的数目 一方面是给工人 实薪增加 加班多有奖金 良品率高有奖金 有机会提拔小组长等等 还有住宿吃饭减免等等 疫情时期 很多企业外贸订单暴涨 而打工人却大量不足 有企业出到35块到40块的实薪 用专车从工人家乡 直接把人拉到厂里 一路不下车 进场全封闭管理 如果干满一个月 还有两三千元的奖励 加班达到一个设定的高时长 另外有补贴 吃饭住宿全部免费 吃的比平时还好不少 只算工作时间的话 每天10至12小时 和996百岭差不多 劣势是工作的时候 没法摸鱼 也没法随便带心上卫生间 一直做着重复的事情 更加的辛苦 工厂的环境 比起办公室舒适性也差了很多 他们有个深恶痛绝的东西 就是防尘服 穿的不透气非常热 但是很多工厂必须穿 此外 很多工作使用的物料 对身体还有危害 比如那个以高薪著称的电汗工 优势也有 名义上加班确实是给加班费的 还会有补贴 因为住宿近通勤压力要小得多 生活花费也可以压低一些 只要是打工人聚集的地方 不管以前多么荒凉偏僻 附近不久都会有片地方变成商业区 标准城乡结合不画风 乱七八糟 但应有尽有 啥都便宜 满足工人各种需求 主打的也是一个性价比 最多的是饮食店面 为管理层服务的高档海鲜酒楼 到为没找到工作的人提供挂逼食物的小摊 还有永不缺席的沙县大饭店 食物口味的数量 按照工人籍贯比例分布 广东的猪脚饭 苏州昆山的挂壁面和鸡腿饭 都是常理打工人招牌硬菜 网吧很关键 是工人们最重要的娱乐设施 空闲时间来个啤酒 要几个卤味熟食 去网吧看电影玩游戏 50块钱欢乐一整夜 多说一句 那个挂壁面 现在也快成了网络俗语了 挂壁说的是混得很差 穷得叮当响那群人 他们吃的面自然也是非常非常便宜 往往五六块钱左右一碗 啥也没 连点葱花都不放 有个读者小伙伴 家在一个城市新区 原本是一大片农地 突然就都被征收 他们那个村 不知为啥保留了下来 几年间 方圆十里都盖满了工厂 三家比较大的 和一大批给他们做配套的小厂 工人最多时 估计有十几万 他家就是卖挂壁面的 由于每天来吃的人特别多 生意竟然很不错 后来也卖鸡腿和卤蛋 他们村火了之后 盖了无数违建的握手楼 或者给小厂做宿舍 或者给服务人员租住 或者干脆就开了配套小厂 原先的两横一竖三条街 成了商业区 贴黑后 不但商铺都爆满 人行道也白满 四车道的马路 直接占一半 这里甚至给人一种 几十年前国企家属区的感觉 巨大的工厂边上 简陋而又画风一致的多层楼房 随着工厂的节奏 交班时刻满街都是人 过一两小时后 街上安静的如同废土 消费围绕发新日前后 起起落落 快到发新的日子是低潮期 工人们的钱都花得差不多了 很多老板要面临熟客的大量欠账 可能一天下来 最后收入是负的 但这如同李花发设前的 安静和黑暗 发新日一到 整条街如同烈火烹油一样 消费暴涨 五 每个我接触的人 对进场打罗斯这事 都怀有深深的痛恨 尤其有过这类经历的 首先不得不承认 得益于中国的快速发展 进场难度和要求低了很多 如今大家不想进场 曾几何时 进场也不是想去就能去 直到上世纪末 非重体力的工厂招工 都几乎只要年轻女性 手脚灵活 心细 容易管理 不添麻烦 就像山海情里面 招的都是十几岁的年轻女孩 这还是对口帮扶政策下 正常情况下 遥远地区的剩余劳动力 想输送到沿海工厂 非常困难 那时男性想打工 不是工地就是矿山 工厂招的也是立工 而且必须是年富力强的年轻人 年纪大一点的 很难有人要 即使这样打工被拖欠工资都非常普遍 干一年一分钱拿不到还被打 这种事多的人耳朵长出茧子 直到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好几年 国家不断加大管理力度 每年春节前搞专项整治 要求先结清工人工资 剩的钱才能给老板 当然你因为经济发展用工量大 天量人口居然也开始不足 你不干有的是人干 这句话老板说的没那么有底气了 至于工作生活条件 这么多年来也进步了很多 这些年绝大部分厂里宿舍都装了空调 而且不再是大通铺 在过去很多年里 厂里的宿舍都跟看守所示的 一个大通铺 住十几个人 没有空调 夏天四十多度 想想那场面就酸爽 每个人对大罗斯都很痛恨 因为这个工作对人太折磨 可是又没办法 因为没啥路可走 太多人的生活就是先进场 实在是痛恨大力 中间提同讨路 可是跑了之后 在其他地方实在是太难混 不少人最后又回到了厂里 因为进场的标准实在是很低 而且大部分人寿工友窜多 一起撸小袋 把征信也给搞黄了 干啥都费劲 大家不要觉得这不是个事 据读者小伙伴说 他的厂有90%征信都坏了 不知道是不是常态 所以说吧 尽量读书 如果实在是不想读 就利用假期进一段时间长 体会一下 如果实在不是读书的料 那就学点手艺 哪怕学个按摩呢 或者通下水道 总之 不要变成没有任何手艺傍身的人 那样可能很难突破 一个小时三十块的上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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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